一大早音樂聲帶露 長輩在志工摻扶下 紛紛來到山林大愛園區的 長照C聚點 暖身之後 不論認不認識字 都可以學習近思語 志工特地把近思語 設計成拼貼字的遊戲 一邊黏貼 一邊熟悉字句 就連百歲長輩都充滿活力 長照據點照顧長輩身體 心靈的健康則由佛化般來照顧 山林地區的長輩 注重養生與學習 91歲長輩也愛化佛 有一個幸福照出來 退休以後覺得在家太無聊 大愛這邊有更方法 剛好我對這個有興趣 我去自己找過來 佛化班吸引許多長輩 跟著畫的主題一起敬心 一起歡喜 又畫小沙咪 我讓他們有小沙咪的歡喜心 笑得很開心 這是我在這裡開這個火化班的 最主要的原因 老師志工用心引導 也讓長輩從持續的學習中 找到成就感與心靈平靜 大愛新聞真善美志工白富美唐江湖 高雄報導 尾巴